私人运营的轨道科学公司 星期四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成功发射飞船 开始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物资 这艘名为天鹅座的无人飞船 携带了重达3000磅的设备 实验装置和食物 运送的物品里面还包括教育项目所用的蚂蚁 还有空间站上6名成员迟来的圣诞节礼物 天鹅座飞船预计将在本周日抵达空间站 飞船此前受到严寒天气等因素影响而多次推迟发射 为了修复国际空间站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和轨道科学公司这两家私人机构前有合约 轨道科学公司获得的订单金额高达19亿美元 美国科罗拉多州供娱乐消遣用大麻销售合法化短短一周以后 这里的大麻销售已经突破了500万美元 有大麻贸易组织说 估计已经有10万人购买了大麻 而大多数大麻商店能够满足消费者的大量需求 尽管大麻生意红火 但是在美国联邦法律中 大麻仍然是违禁品 在科罗拉多州 大麻只能卖给21岁以上的消费者 一些医学界人士说 大麻的潜在危害让年轻人手当其冲 新闻最后 美国黑人艺术家阿米里·巴拉卡星期四 在美国新泽西纽瓦克去世 享年79岁 巴拉卡具有抨击力的诗歌和剧作 在美国60和70年代的黑人艺术运动中 发挥了关键影响 美国联邦调查局曾经认为 他将成为美国泛非洲主义运动的领袖 以上是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的综合报道